继退出花线台中的彩绘机之后 台中市政府这天又再度发表花博机舱的设计 不但在枕金、纸杯、餐殿纸 都印有可爱的花博吉祥物 石虎家族图样 就连空服员身上的围裙与别针 也都与花卉和石虎有关 希望将原本朴素的机舱造型 加入花博设计巧思 借此扩大宣传 空姐手持最新推出的花博机舱相关用品 进行现场走秀 并与穿着空哨制服的花博吉祥物来虎 一起带来活力舞蹈 市府继推出台中彩绘机身后 再度与华信航空合作推出花博机舱 借此向往来中部的国内外旅客宣传 今年11月即将举办的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台中是中台湾的进出的门户 那这几年大家看到清泉岗机场 已经升级为台中国际机场 而且每一年的入出进的人数 也大量增加 以去年来讲已经到达239万人士 也可以承担起协助桃园国际机场 先来饱和这样的一个功能 花博的机舱搭配东京的首航 那也算是对国际尤其是日本宣传 今年11月3号的花博即将来临 市长林佳龙等人登上花线台中彩绘机 当其首批体验乘坐花博提舱的乘客 这次设计中除了能够看到吉祥物虎爸 伴起机长虎妈当成空姐 还有融入了台中市花山樱花 文星兰以及代表台湾的樱花沟稳龟等 保育类动物 事物表示 彩绘机起航后再客量已达32万人次 这次再推出机舱内部新设计 叛扩大行销 在这个池机上面 花博的机舱 这些里面的设计正式的公布 再加上台中东京的首航 我们可以期待 未来中进中出 会成为我们台湾 这个未来观光旅游业在发展 再创高峰的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如果小孩来搭的话 就是会还满开心 因为这些都是卡通娃娃之类的 传统就是宿舍很一般 然后感觉就没有什么特色 现在换新的机舱就觉得很漂亮这样子 华信航空代表与台湾石虎保育协会 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花博机舱各项纪念商品 贩售后的部分盈余 也将捐赠给台湾石虎保育协会 善进企业的社会责任 这里明轩 台湾通宝 我的头现在很弯